1月4日 超過3萬名美國紐約警察 以極隆重的形勢為一名殉職員警最後送行 這名華裔警員叫劉文健 32歲 12歲從廣東移民美國 九一事件後 他誓言要做一名警察 為社會治安效力 果然他做到了 而且一做就是七年的輝煌成績 兩個月之前 他才新婚 但在去年12月 他跟另一名警員 坐在警車執勤的時候 卻被一名黑人暴徒 殘酷的殺害 美國紐約警察認為這個事件的爆發 當然根源於美國社會的黑白衝突 但是他們也歸咎於美國目前紐約的 現任市長白四豪的一些 支持種族主義者的言論 認為他挑起了這些種族主義者的囂張 跟暴力言行 因此他們採取了不僅是抗議 還包括了消極的代工 在整個事件發生之後 以一個信息來比較 美國紐約警方的取締追捕事件 比去年同期足足少了將近六成 而整個交通違規的開單數目 比去年同期竟然少了將近九成以上 而這些高通違規正是美國紐約市 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 換言之 警察是以這種幾乎怠惰的方式 來進行消極的無言抗議 目前 美國紐約警方跟市政府正在處理 考慮如何解決這個根本的問題 但更可以顯示 當政治人物的言行 跟治安工作發生衝突的時候 受害的將是全體民眾 中文族 李宗盛 1月4号 纽约市最沉痛最哀伤的一天 近三万名警察列队 约1.6公里长的队伍 这是纽约市警局最高规格 规模最大的送行人士 为的是护送他们的同袍 刘文健最后一程 刘文健是我的宅子 我今晚在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人 刘文健是一个勇敢的警察 刘文健是一个勇敢的警察 他也是一个敬虑的男人 直到会上纽约市长白思豪致辞 但场外数千名远警竟转身背向他 这也是两星期来 纽约警察第五次无声抗议 这是一个荣誉的名字 你们在这一刻 我希望大家赞索 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警察挑明杠市长 正因为全美囚警情绪高涨 老板选边站 去年7月17号 一名曼斯焉非裔男子艾瑞克 遭四名紐約員警 活生生鎖猴致死 警察夥伴不起訴 加上日前轟動全美的佛格森事件 白人警察槍殺 18歲黑人青年布朗 也在鎖猴案宣判10天前 迫判無罪 全民激憤 敏感時刻白思豪靜說 警察該停止暴力 讓紐約抗議 至今沒停過 悲劇跟著上演 去年12月20號 下午2點27分 32歲劉文健 和40歲的搭檔拉莫斯 在布魯克林執勤時 坐在巡邏車內突然遭掃射 28歲歹徒布林斯利的槍口 直接對準 遠景頭部連開四槍 新刑事槍決 劉文健和拉莫斯 當場死亡 布林斯利隨後舉槍自盡 事後證實他因赴滿警察暴力 逮捕黑人艾瑞克致死 20號才公開警告要警察 一命第一命 劉文健成了首位執勤殉職的華裔員警 回到兒子喪命第一現場 劉爸爸老媒縱和 媽媽早已氣不成聲 她是劉文健的新婚妻子 兩人相戀七年結婚才兩月 劉文健十二歲時 和父母從廣東移民美國 劉文健十二歲時 九一一後立志當警察 有七年刑警資歷 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竟成為 這波黑白種族衝突下的犧牲者 九一一後警察曾是女的市民 心中的五名英雄 如今一名仇警 市長不挺 竟用爆發原警遭射殺 劉文健 拉莫斯離難後 多數原警代攻 明哲保身 世紀低落 紐約市維安恐怕出現漏洞 遠景殉職 難以遏止黑白族群 長久以來的對立 反倒是築起更大更高的一道牆